好啦,我们前面说到我们的呼吸系统 以人类来讲,功能就是把空气带入你的肺 为什么呢?我们动物为什么要演化出呼吸系统呢? 是为了帮助你做气体交换 但是到底什么是气体交换?我这边理解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想办法让你的组织细胞获得足够的氧气 使得组织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氮被排到体外 为了是这个,所以你看哦,当你体型很小 例如单细胞的原生动物,或是结构很简单的多细胞动物 它身体很小,比如说这只生物,它身体很扁 那氧气直接扩散进来,二氧化碳直接扩散出去 那不就好了吗?像这种生物呢,直接靠扩散 氧进,二氧化碳出,就搞定 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也不用帮忙,直接靠体表做交换 所以他们通常表面积很大,然后身体很扁,或是很小 可是如果你身体很宽,细胞很多,构造很复杂 像我们人类,这些多细胞生物 我们就必须不但要有呼吸系统,还要有循环系统,来帮忙 请看下面的示意图,这是组织细胞,我产生二氧化碳了 可是我也需要氧,那氧怎么进来呢? 由血液提供,有发现吗?血液把氧带来 所以氧由血液提供给他,而他产生二氧化碳呢 就交给血液带走 然后血液怎么把氧气二氧化碳跟外界多交换呢? 就送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人类来讲 就是你的肺的肺泡,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的血液把氧气,把二氧化碳丢出去 二氧化碳,把氧气送进来 好了,换句话说,以你来讲 你在两个地方会发生气体交换 第一个位置在肺泡及血液 第二个位置就是在组织及血液 那两边都是血液,怎么区分呢? 这边叫肺泡及肺泡为血管 里面的血液 这边叫组织及组织为血管 中间做气体交换 好,那既然有两个气体交换 靠外面跟外界空气做交换的 就叫外呼吸 跟身体内组织细胞做交换的 就叫内呼吸 在细胞组织内,在身体内 所以其实我们人类的呼吸 气体交换发生两次 一次在肺泡,是跟外界做交换 是谁跟外界做交换? 血液 循环系统 而另外一个交换是在组织 是谁跟组织做气体交换呢? 还是血液 有发现吗? 循环系统是大家的桥梁 即使是呼吸 还是由循环系统来执行气体交换 只是在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想办法 把外界的空气 外界的空气 导入到肺泡 来帮助你的血液系统 很方便的跟肺泡中的气体做气体交换 所以你的呼吸系统就帮助把外界的空气带进来 但是真正在交换及运输气体的 依然是循环系统的血液 循环系统是各器官之间的桥梁 在这边再度证明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有外呼吸 及内呼吸 也就是气体交换要两次 一个跟外 一个跟内 以上是呼吸系统的尾巴 那做补充一件事情 既然你知道 胸腔的大小会决定吸跟吐气 所以如果今天让你的胸腔剧烈缩小 不就会产生剧烈呼气 就可以帮助把卡在气管的食物推出去 这就是各位所听过的哈姆利克及旧吧 就想办法让你胸腔变小 办法就是 我从后面还不好你的胸腔 往上用力一压 胸腔被压扁 对不对 你知道甚至没有人帮你 你自己被噎到怎么办 你要用桌子的边边 自己用你的胸腔去撞桌子 让胸腔剧烈缩小 对不对 大家笑对笑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急救啊 如果你这样会噎死 会自喜的 原理就是 对啊 就是抱着桌子 要用力一压 不然你会致命的啊 要救自己啊 如果用力一压 就要热骨断了 也没关系 你可以热骨断去住也没关系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赶快就好 对不对 那就是衰啊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救 一定死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哈姆利克及旧法的原理 还是利用胸腔体积大小变化 来增加你呼气的力道 造成急救 以上是我们呼气系统的尾巴